看到這個就知道 我們有一張信用卡開箱要跟大家分享 這張卡片其實在最近非常的夯 就是在我的粉絲頁裡面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討論 大家來看就知道這張卡片就是 它就是我的美國運通長榮青藏金卡 大家來看一下 我應該都已經把那個東西放開了 對 你看就是這樣子有沒有 大家可以近距離的看一下 它應該會有一些反光 這個其實我覺得它這張卡片雖然說它是也是塑膠卡 但是它的質感說是做的還不錯 對所以我個人覺得 如果您就是手年免費又想要使有一張 就是美國運通卡 可以考慮從這裡跟斷這樣子 真的還蠻好看的 對然後這邊還有它的一些就是 你如果拿到信用卡的話 你可以拿到裡面這些東西 第一個就是還有配卡 對這邊有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它有一個2019年的年度優惠 你也可以就是拿到之後可以看一下 這邊可以掃描QR Code 然後你就可以加入它的這個 應該是下載它的APP 然後就可以了解更多詳情 然後這個的話 應該是它的信用卡代價的授權書 如果您自己本身也要用信用卡做代扣角的話 就是可以使用它提供的這個申請書 這樣子 也不錯 好 那基本上如果太過獎沒有什麼優惠 基本上大家不會用 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它的信用卡約定條款 好 乖孩子一定要就是 一條一條的把它看完 好 這樣我也不會把它看完 好 那再來要跟大家提醒一點 就是這個長榮的簽帳金卡 因為他說是簽帳卡的代表就是說 它跟信用卡不一樣 雖然說 美國運通它自己本身有發行兩種 信用卡的卡 一個是 信用卡 一個是簽帳卡 那簽帳卡 跟信用卡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它必須要刺起 就要全部交清 那它沒有所謂的額度上限的問題 它會根據你的財力 個人財力的部分 它會給你一個虛擬的額度 比如說 寶可夢的年薪是50萬 它可能只有它的 刷卡的上限可能就是20 那如果 它雖然說是沒有上沒有額度上限 但是如果刷超過20萬 它可能就會空卡就不讓我刷了 所以大家都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辦這張卡片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說 你這一期刷了多少 你下一期 就一定要全部交掉 那再來就是它沒有額度的上限 這是還不錯的部分 美國運動年費 這張卡片就是少年免費 所以非常適合就是 你只要持有一張美國運動卡 然後過過乾 你的朋友就是可以申請 對 就是真的是 你看它這樣子有 這個所謂的 對 它會反光 北白狂 它背面長這樣子 對 大家應該看得到 就是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樣子 對 就是也是金色的這樣子 北白狂 對 美國運動卡的年費 JJ1122剛剛有講 它是首年免費 然後第二年的部分 它就是 可以就是 我想像 它的免費 還是要刷 還是要收5000塊錢 但是呢 它會根據你前一年度的刷卡 然後來給你不同的offer 比如說 你前一年度你有刷到20萬 那它就會再多送你兩次的機場接送 那如果你刷到50萬的部分 它會送你一萬分的那個 所謂的 那叫長榮的旅程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刷到的越多的話 基本上你就越有可能去談到更好的offer 那其實那個外商 美國銀行 他們大部分都是這個樣子 你要打電話進去 跟他就是 去談你的offer 所以重點還是說 你自己能夠刷到多少 這樣 再來就是我今天還有分享一個 一篇文章跟大家講到說 這張卡片 它其實還有一個還蠻不錯的優點 就是說 它有送你一個就是 同行貴賓的75折的升等券 這代表什麼意思 因為如果你有在關注 就是長榮禮程的部分 你會發現說 其實他送的這個升等券其實蠻好的 比如說 我要帶我的媽媽一起去美國 那如果我要用禮程換票的部分 放美東 那你需要16萬里 那如果說是兩個人 要達皇席貴賓的部分 你就必須要準備32萬里 那如果你有一個這個 所謂的禮程升等券的部分 我對換我的同行貴賓 比如說我媽媽 他就只需要16萬的75%就是3分之4 也就是說他只要12萬里就可以了 所以等於瞬間幫你省下 所謂的4萬里 所以我個人覺得說 這個同行貴賓的這個 所謂的禮程 禮程禮程禮用券 這個真的還蠻好用的 那如果你申請的是 這個長榮航空的信用白金卡 就是比這個等於再高一點的那一張 他可以做到就是同行貴賓的5折 也就是說 如果你是換16萬里的話 你可以省掉就是8萬里的禮程 大家也知道說這個禮程其實不好累積 所以 如果您自己本身有使用長榮航空 就是這個所謂的禮程 是他的忠實負課的部分 你倒是可以把這張卡 再辦下來使用 這倒是真的是蠻適合的 JJ1122沒上線等金卡等於黑卡 其實不是耶 因為黑卡是真的 這個可能真的沒有上線 但是這張卡片 他還是會根據你自己的本身的額度 然後來決定說 你自己是不是可以刷到哪邊 他其實還是有一個 隱形的天花板在那邊 不是說你真的隨便刷都可以 因為他還是會擔心你就是錢還不出來 這樣子